昨天呢不是来了一车小老地儿吗 非得我做个齿轮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接了这个订单呢 于是今天抽出时间就给它弄 收拾这台钳子 看它造了多惨 这台钳子我也好久没用了 这不接了个大订单吗 于是今天就把它收拾 昨天呢接了个齿轮订单 这小老地儿也多呀 我也胆秃秃的 我就觉得吧 要两千块钱太多了 就给八百块钱修复修复得了 后来呀人家气消了 我这不今天闲着没事就给它干 先喝杯水吧 这个齿轮啊 当时我看的时候啊 我感觉太麻烦了 61个齿的 这齿子磨得太严重了 全都得补汗 开始搞 齿子这也补完了 耗了我下午时间呢 下一步啊 把这个端面再补一圈 因为这个端面你焊的高低不平 加工出来不一定平整 这不嘛 端面也补完了 这样加工出来就非常平整 焊完以后啊 温度比较高 所以下一步呢 我们要给它降久温 这就有老铁说了 你这个不能降温 你应该保温 就说呀 你这一加水 它不就裂了吗 凡是这样说的人呢 那都是外行一个 这个汉阶的温度啊 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 所以说呢 加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反而呢 会增加它的强度和韧性 还有硬度 下一步啊 就上车床 给它车一下 外径和端面 没有车床的呢 你就得用角膜积膜了 关键是我有这个万能车床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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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打磨时间太长的关系啊 今天这个视频我就发到这儿 想看大明哥如何把它修复完成 请看下一个视频 看看大明哥修复的效果 能不能达到你们的要求 感谢观看今天的视频 关注大明哥不迷路 感谢观看